欢迎收看本期的车文相谈 本期节目首先为大家介绍一台紧凑型SUV 来自于东风瑞达奇亚的制跑ACE 那相比较老款车型 制跑ACE的外观有着非常明显的变化 融入了新的流行元素后 它变得更加具有攻击性 相信也会受到更多年轻人的喜爱 那针对两种动力系统 外观也提供了两种不同的风格套件 来供消费者选择 车身侧面依旧方正 轮廣甚至有一些硬派越野车的感觉 在车身尺寸部分上轴距为2640奥米 尾部的变化也十分的明显 尾灯以及车牌的位置都发生了改变 内饰的改变也让它更加符合这个时代的坦路 非常的具有设计感 全景仪表及中空大屏也能带来不错的科技感 在动力系统部分上 新车提供了2.0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以及1.5T发动机可选 全系一共有5款车型 售价区间13万9千8到15万7千8 今日七月艾卡发布了旗下首款产品 QQ冰淇淋的整车叠照 可以看出新车定位一款V型电动车 未来预计将会与 五菱红光miniV等部门电动车产品自行竞争 从曝光的叠照来看 新车将采用双能两箱设计 造型较为小巧 前大灯组采用U型LED光源设计 搭配封闭式的折扇 看起来较为简洁可爱 相较之下 前保险装造型还富有伪装 预计将采用其他的设计风格 根据起前官方透露 新车将拥有7种年轻法风格的车系 动力方面 虽然官方尚未公开 但作为一款V型纯电动车 新车在动力和续航方面 将重点满足城市通勤需求 日前我们从网络上获取了一组 疑似长安Uni系列轿车的陆式叠照 相关渠道信息称 新车将会于10月上市 外观方面 新车大致延续了长安Uni家族的设计理念 吸取了V神V概念车的元素 概念感十足 车身侧面可以看到 新车采用了溜背式的设计 为整车带来了更加动感的视觉效果 车尾还带有可以升降的尾翼 目前尚未得知 关于新车动力方面的信息 以长安Uni系列车型作为参考 可以推测 且将继续搭载 蓝京系列的1.5T发动机 2.0T发动机 关于新车的更多消息 我们也将会持续关注